南北朝时期 有一个几乎全员神经病的禽兽家族 他们就是北七皇室 高室 高欢 北魏全臣 亲手拥立了东魏皇帝 在他掌权之后 皇上 你的就是我的 没意见吧 于是 驾 他一口气笑了北魏两个皇后和三个王妃 可是相当嗨皮的高欢 打仗就没那么嗨了 被西魏打败后 一抹了 五两身后 郁闷嘎了 啪 最下该轮到我嗨了吧 啊哈哈哈哈 高欢的长子高成 他子承父业 还玩错新花样 除了直接笑纳老爹的妃子 如如公主之外 高成 他还广纳大臣们的老婆为妃 之后 再重用人家原来的老公 你放心 光位给你留好了 哎哟喂 宁可受累了 啊哈哈哈哈 下一个 之后 高成在创位自立前夕 被家里的厨子被嘎了 什么 厨子 高成嘎了之后 他的兄弟高杨 成了最大的受益人 不久后 他就逼着东魏皇帝 上位了 自己坐上了皇位 吐他干嘛呀 走啊 高杨将高氏转正 建立了北齐 这下可好 从高杨开始 高氏家族在没有残暴 只有干残暴的路上 策马狂奔 登机五六年之后 高杨逐渐封魔 酗酒成性 喝嗨了就以杀人为乐 一口气嘎了 未朝皇室721人 直接扔到河里喂鱼 咦 这导致很长时间 人们都不敢吃鱼 太吓人了 高杨对身边的大臣和嫔妃 一言不合就是往死里打 就连他宠爱的皇后 李祖娥的老妈也没放过 咦 那是抬手就是一剑 接着再抽上一百码鞭 才罢休 他还看上了皇后美艳的姐姐 她 必须是我的 接着 高杨直接找借口乱箭射死了对方的丈夫 然后大大砰砰的去吊伤 拿下了这位美艳的姐姐 接着高杨有个特别宠爱的妃子叫薛平 有一天 高杨突然想起薛平曾经跟祖叔高岳 不清不楚 然后越想越气 我忍不了了 于是不吃 抬手就把薛平给噶了 接着高杨把没喘圈的薛平藏在衣服里 带着一起赴宴喝酒去了 喝着喝着 突然高杨从衣服里掏出没喘圈的薛平 给大谢八块了 这把周围的兵客们都吓傻了 高杨不仅自己残暴 还逼太子高阴牵手斩首囚犯 那高阴下不了手啊 高杨一路之下把青岚的高阴打成了口吃 之后高阴精神也不太正常了 疯了吧 太残暴了 高杨酗酒喝死后 太子高阴没做几天皇帝 就被叔叔高掩和高湛联合创位 我觉得还是把他噶了吧 必须噶 高掩当了皇帝 之后不久打猎石 追马摔伤 高湛 我噶之后 你当了皇帝 可别杀我儿太子高白连了 我怎么可能杀我侄儿呢 这不上良心吗 高掩噶了之后 高掩转身一上台 就把太子高白连给打死了 不灭了他 留得过连吗 高掩他还顺带干掉了 对自己有威胁的其他几个侄子 这不顺带手的事吗 也不麻烦 之后天空出现了彗星 高掩点了个赞之后 应天象将皇位传给了儿子高伟 这个高伟 除了残暴还很败家 他在位期间 某天 皇上 你那同父异母的兄弟 南洋王高措 抢夺路人的小孩喂狗啊 啊 他还让吃饱的狗去撕咬富人 啊 快 快把他抓来 结果见到高措 高伟立马给高措松了榜 你这么会玩 有什么事是最让你开心的呢 看着蝎子和小肉虫 混在一起互相咬 最开心了 哦 于是高伟派人连夜搜寻蝎子 抓了两三声 放进一个大浴缸里 然后扔了一个人进去 接着 这两人一同欣赏 那个被遮的人大叫 啊 哈哈 推 不久之后 高伟又促使了 北齐最能打的美男子 南陵王高长弓 长得帅死得快 劝你的吧 最搞的 北周军打过来之后 北齐无人能抵挡啊 我呀 我高伟自己能赢敌啊 赢敌就赢敌吧 高伟还自己玩些花活 公元576年 北周军攻打北齐平阳时 高伟却在陪自己的宠妃 冯小莲打猎 皇上好帅 好鹦鹉 因为打猎 高伟错失了前线一天三次的战报 那还以毛线的底呀 平阳陷落后 高伟去救援 地道都挖好了 正要攻城 停停停 等我爱飞小莲来一起参观攻城 等冯小莲梳妆打扮完 我打扮好了 你打谁了 哎 这时北周军早就把城池防御修好了 哎 哈哈哈哈 不知道女神打扮需要花时间吗 讨厌 平阳之战后 高伟最后退守夜城 北周军很快兵临城下 高伟表现出硬气的一面 坚决不当王国皇帝 于是他果断朝魏给六岁的儿子高衡 你要像爸爸一样做一个硬气的皇帝 再见 妖脸吗 高伟他自己却带着统飞冯小莲逃奔青州 最后夜城失守 高伟又被抓回到了夜城 这父子俩被一国端了 秦兽家族终于落幕 大伟 赞尬 by ab вет